台北市又要举办美食PK了 时间会定在六月份 到时候呢要进行一场寿司大赛 在今天特地找了寿司师傅为这个活动提前暖身 台北市政府曾经举办过多次的美食禁忌 包括牛肉面炒饭凤梨酥等 晶莹剔透的台湾米在厨师巧手之下 搭配着新鲜生鱼片 今天许多人在试吃的时候直呼好过瘾